这个几月港股表现你想成交暢旺,不少股民都赚到钱过年,见到国际局势不多稳定,尤其是要提防中东局势又再转紧张,所谓乱势买黄金,故除了股票持仓之外,都有兴趣买回些贵金属分散组合风险。 一讲起贵金属,一般就会想到黄金,但见到去年以来把金声势最厉害。到底把金与投资者熟悉的柏金?黄金,有何分别?投资前景如何?在国际商品市场中,贵金属主要分金,银,柏,柏四类,前三者大家都很熟悉。 在金色店,一般会有色金,足柏金和银价的报价行程。至于柏金其实不属黄金的一类,属于比黄金更稀有的贵金属。由于密度非常高,固硬度比黄金高,且纯度极高,长时间都不退息。由于之前一段长时间因加工技术的限制。 顾未如柏金和黄金广泛应用于首饰或其他行业等范畴。顾价格上一直比较落后,可近年此情况在了变化。去年在把金价格突破2010年至2017年的每盎司500至1000美元波幅区,一直飙升至现价已见2189美元历史新高。足足翻了一番有多。反观柏金近日衰创至2018年首季高位。 维也紧在1000美元关边徘徊。升势相对温和,主要是可见供应未见太紧张。金价在避险需求推动下。同期价格每盎司1200美元水平升至高位见1600美元水平。 偏见以升幅计,以把金表现最亮例,把金之所以可以爆冷跑出。首先是全球对汽车牌放标准管控日趋严格。由于把金可用于混能汽车牌系统的触媒转化器。 工业需求急升刺激把金价格上扬。其次是把金的供应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南非。本身的基本供应短缺。供需格局失衡严重。支持价格表现。正正由于汽车工业的环保和复苏概念的支持。 今年把金价格反复中有望继续成为贵金属市场的焦点。至于黄金虽然是市场避险的风向而。年内能否更上层流。还需视乎通胀情况。至于柏金,除应用于金色制造外。主要应用于柴油汽车尾汽淨化。但柴油汽车已被逐步淘汰。而柏金应用在环保汽车的技术仍有代言发改进。 在需球面未见突破下。表现仍相对平淡。 千万円不相同需要重新来啊。 压介于黄金欧梯压的是资限的支持者。 amentos无关的地方。